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 最终 中国女排以3比0完胜日本队 拿下了金牌 收获了队史在亚运会上的第九冠 本届亚运会 中国女排可以说是打得风生水起 六场比赛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而且 六场比赛都是以3比0的比分取胜 也就是说 中国女排在这六场比赛中 取得了18比0的局分 毫无疑问 中国女排此番夺冠 充分展现出球队的实力出众 从本场比赛来看 中国女排也是没有给日本队多少机会 在首局比赛 王云露曾一度是十连发 让对手完全是找不到北 以21比15轻松拿下 在接下来的两局比赛 虽然日本队也是打得很顽强 但是 中国女排展现出来了稳定的一面 分别以25比21 25比21再拿下二局比赛 从而以大比分3比0完胜对手 夺取了亚运会的冠军 在此也是祝贺中国女排夺金 根据中国女排在比赛中的表现 笔者也是给姑娘进行了打分 十分满分 八比十优秀 六分以下不及格 一 袁新月十分点评 袁新月作为中国女排的队长 在比赛中 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球队需要她的时候 她总是能够站出来 特别是在进攻端 袁新月打出了第一高度的风采 砍下了全队最高的17分 其中21扣16 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76% 还有一次篮网得分 毫无疑问 袁新月本场比赛表现完美 二 李盈盈十分点评 作为中国女排的大腿 李盈盈可以说是主动去扛起球队 不管在进攻端 还是在防守端 李盈盈都有自己的突出的贡献 毫无疑问 中国女排拥有李盈盈这样的球员 是幸福的事情 本场比赛 李盈盈砍下全队第二高的16分 其中25扣14中 命中率达到了5成6 还有一次篮网得分 一次发球得分 三 王源源十分点评 从王源源现在打球的方式来看 可以说是进步十分明显 特别是她的篮网水平 十分出众 一场比赛下来 四比五个篮网得分 似乎已经成为了她的一个标配 当然了 除了篮网 王源源在进攻端 也是有很出色的表现 往往会成为球队的关键得分手 本场比赛 王源源砍下了12分 其中 扣球16扣7中 五次篮网得分 四 龚翔宇 九分点评 龚翔宇 作为中国女排的一个老将 她的能力 虽然有下滑的态势 不过 从目前中国女排来看 龚翔宇 依然是不可缺少的球员 在进攻 一传 后排防守 我们似乎都是离不开龚翔宇的作用 本场比赛 龚翔宇 依然是表现不错 砍下了11分 其中 16扣8中 命中率达到了五成 还有两次篮网得分 一次发球得分 五 王云露 八分点评 王云露作为中国女排争议最大的球员 受到了外界很多质疑的声音 不过 王云露没有妥协 没有放弃 而是不断地提升自己 本场比赛 王云露就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拿到了9分 其中 17扣7中 一次篮网得分 一次发球得分 当然了 在第一局比赛中 王云露的十连发 也是体现出来了他的稳定性 假如 王云露能够提升扣球成功率 那么 他将会是中国女排的重要攻守 六 吴孟杰 七分点评 作为一名小将 吴孟杰起到了一个骑兵的作用 成为了菜兵手中的重要轮换之人 本场比赛 吴孟杰拿到了两分 其中 三扣一中 一次篮网得分 七 刁林宇 七点五分点评 作为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 刁林宇的表现 可以说是有惊喜 但是 也是有短板 就是容易出现间断性失灵 假如 刁林宇在分配球方面 能够做到更加合理 那么 他将会变得更加优秀 八 王孟杰 七点五分点评 王孟杰 重返中国女排 可以说是给球队防守提供了厚度 作为世界最优秀自由人之一 王孟杰的发挥 令人感叹 在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王孟杰 经常有非常惊艳的旧球 十分厉害 毫无疑问 这只中国女排 还是不能缺少王孟杰 祝 为了解更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和点评 各位看官 可以点赞 转发加关注笔者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